版本國會擴存法案 昨日傍晚三讀通過 歷經四次院會挑燈夜戰 朝野攻防終於劃下據點 立法院長韓國瑜在院會結束前 突然變身糾察隊長 宣告週五 新任隔魁卓榮泰 施政總質詢處女秀 服裝儀容要整齊 進行所有的原住役服裝儀容 都要再穿牛仔裤球鞋 即使高級餐廳都不等這樣頂張 從這個星期五行政院院長到五月 知識發達 我們立法院自己從事過去 除了還有十一分鐘 我們今天西竹的重新武士姚之 即將過去 兩點宣誓後 不忘化身暖男 助民進黨團幹事長吳思瑤生日快樂 但壽星本人卻很火大 怒吼民進黨版本的改革法案 被藍白丟包封殺 未來準備提出示現 而行政院長卓榮泰 隨即在臉書貼文 再次審視法案 透過民主對話捍衛憲政程序 十八個字表明立場 總統府發言人郭亞惠 也對立法院三讀通過 表示總統府皆予以尊重 而總統賴清德期盼 朝野與三讀號仍有持續對話調節的可能性